醒目一拍啊 咱们是立刻开书 昨天那段书啊 咱们讲的是这清免前线的一场半的战事 那怎么说是一场半呢 对啊 新街那场啊 咱们讲完了 棱木山呢 咱们只讲了一半 那么说为什么只讲一场半不讲两场呢 因为我认为啊 在云南的绿营兵啊 这两场仗打的呀 不管结果如何 可圈可点啊 将士用命还是可以拿出来聊聊的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这赵红榜啊 驻守新街 正在举行祭祺仪式 因为他心里清楚啊 来攻的缅军呢 已经离此不远了 就在这祭祺仪式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啊 这缅军还就真打来了 打到了新街 这赵红榜带领自己手下的几百陆营兵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是殊死抵抗 最后啊 终于因为敌我这兵力相差过于悬殊 才兵败回至铁壁关 昨天咱们说了 这陆营兵啊 这打的是很英勇 可是这次兵败啊 也导致啊 这数万缅兵 尾随而至 眼看呢 就要到这铁壁关外 兵临城下了 这缅兵虽然尾随而来啊 但是行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几万兵力 但是他们可听说呀 这清军准备了五十万大军 几千尊巨炮 正蒸好了口袋 等着他们往里钻 所以呢 他们也只能啊 是一面派出侦察兵去 侦察清军的虚实 为了等前方的消息 所以这大部队啊 行军起来就非常的缓慢 这磨蹭来磨蹭去啊 可就到了十一月份了 这也给清军呢 有了充分的时间 在铁壁关外 棱木山一线 建了七座连营 来拒挡免兵 这七座连营 听起来 这战线拉的是足够长了 可是啊 这七座连营当中 只有四千陆营兵 哎 这兵力不足啊 始终是这个制台洋应居 和军门李时生的一块新兵 这一文一武 两位在云南的最高统帅 这一阵子没干别的 就忙着呀 从各地往前线调兵了 即便是这样啊 现在也只能凑到这四千兵 这四千兵啊 全部放到了前线 由这个北镇总兵诸伦指挥 开始呢 这诸伦呢 是想带着本部的亲兵啊 去收复心经 可是到那儿啊 就让人打回来了 于是呢 也只能撤到棱木山聚首 要说起来 这诸伦呢 前半截的仗打得也不错 一呢 仗着棱木山之天险 二呢 仗着以上打下的有力地形 虽然呢 在阵前呢 也消灭了几千免军 可是诸伦就发现呢 这会儿的免军 跟前些日子明显不同 看着呀 这心里就有底气 每次攻击都是几万人列队出阵 大呼小叫的呀 直冲清军的营伟 那这清军呢 还是老办法 列作五队连环往复的向山下攻击 远了呢 就是枪打炮击 进了石头就开砸 反正这山上啊 他有的是石头 弹药是不缺的 哎 这免军一看攻不上去呀 这战斗方式还改了 免军又采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呢 不知道啊 是谁想的昏招 这免军呢 不正面往山上冲锋了 而是绕山呢 盘旋而上 其实啊 这是个蠢主意 你这样盘旋而上 岂不是有更多的兵重就暴露在了清军的火力范围之内 这一下子又是死伤了不少 所以说呀 这一场半的战斗啊 绿营兵还是挺让人钦佩的 可是呢 这错就错 在四天四夜的激战以后 这提督李时生眼见前线呢 是敌众我寡 于是啊 就派上这七百人的预备队 说是预备队呀 其实哪来的预备队呀 这七百人呢 也无非啊 是刚从啊 外地各镇集结来的七百人 刚到前线还没容得喘口气呢 就被这李时生大人给派上去了 嘿 这朱伦呢 他混蛋去了 他一看呢 自己来了七百生力军 这朱总兵决定啊 当晚就去偷赢结债 谁想呢 一下子就中了敌人的埋伏 这朱伦的人马呀 刚到半山腰 对面的排枪排炮可就响了 我想这会儿 缅军将领的心里 那一定是乐开花了 仰面攻击 我们很难打上去 可是啊 你既然自己下的山来 咱们平面攻击 那是不是就得看 谁人多 谁火力猛了 一阵硝烟过后 这地下可就躺了 二百具绿营兵的尸体 这朱伦想啊 自己再带人往上下去呀 也占不着什么便宜 于是赶紧带人 又回到了城寨 这回啊算是老实了 坚守不出了 实际上呢 这提督李时生啊 早在之前的军事会议上 就布置过战术 因为敌众我寡 我方啊 只能坚守 不能轻易的出击 这攻防战呢 还能勉强应付 攻坚战呢 那肯定是谁人多呀 谁占便宜呀 这就看出来呀 前线的这群总兵参将 根本就没拿这位提督大人的命令 放在眼里 这前方阵地上损失了二百清军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传到了总督行营 这总督洋英聚听完之后啊 可就弹了弦子了 一下子就病倒了 史书所载这病症啊 叫弹机巨座 实际上啊 就是吓昏过去了 您可别看他呀 这个吓得昏过去 当场就晕了 这瞎话该编还得编 他跟这个皇上说呀 棱木山一战的清军大胜 又是歼敌几千呐 这皇上看了看这获胜的奏折 又得知这总督病了呀 叹了口气 前线的总督 又病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皇上总不能不闻不问 于是这乾隆皇帝啊 就下了几道旨意 第一件事啊 就是派人飞驰云南 给阳鞠送药 送的是什么药呢 从大内呀 取出给皇上炮制的石箱反魂丹 以及胡萝丹 稍微懂些中医知识的人呢 一听就能明白 这药啊 全都是治疗中风的 不但如此啊 还给这个洋用鞠送去荷包六个 这都是内务府所制的御用荷包 赏给大臣呢 那就是无上荣誉 这第二道旨意啊 是给洋用鞠他们家老二的 也就是洋用鞠的次子 叫什么呢 叫洋虫谷 这洋虫谷啊 现在是宝庆府的知府 哎 人家这个二儿子这官啊 都坐到府台了 可现在的话说呀 是地区级的行政长官 让他呀 把所有的公事都放下 速去永昌 在其父身边看事 床前尽孝 没过多久啊 又让这个大军师傅衡的儿子 前清门的头等侍卫 福灵安 带着这个寓役李鹏年 到云南 总督行员 给这洋制他看兵 最后这皇上觉得还不够 又下了两道旨意 给这个洋英聚啊 找了两个帮手 其中一个帮手啊 是他的长子 江苏暗插使洋虫英 这皇上临时 给了他一个监军的弦 让他呀 速到前线呢 去相办一切事务 最重要的来了 调梁广总督 杨廷章与洋英俊 一起是共治军务 皇上这些手谕 搬出之后啊 不知道您听了 您能不能看懂 您要是觉得 有点不明白呢 让我可以给您解释解释 您瞧啊 这里边啊 确实能看得出来 皇上啊 还是真关爱这位老臣 可是再关爱 也不至于把这个 洋英俊的两个儿子 都调到前线 那这意图啊 明显就是 让洋英俊办事啊 一定要仔细斟酌 自此以后 你父子啊 可就要共进退了 一荣俱荣 是一损皆损 那么真的就需要 这梁广总督 杨廷章去代制军务吗 那是让这杨廷章啊 到了这个云南前线之后 把真实的情况 记录下来 转成给皇上 至于这弗陵安嘛 那本来就是皇上的近人 您以为他真的 就是带着御医 李鹏年 颠巴颠巴的 两千里地 跑去给这洋英俊看病吗 实际上当然不是了 在初今以前呢 这皇上就把这 弗陵安招到了养心殿 给了他一刀蜜语 这蜜语中 明确只是弗陵安 前往军前 熟续体察 如短期成功 即统王统兵争脚 若很难筹办 继续详实入奏 以便得知 教外确情 是一定禁止 这皇上是说呀 把你安排到前线 你一定要观察这战争 发展的态势 要按时啊 把你所掌握的详细情况 飞驰回京 报阵之道 你看看 这仗要好打呀 你就留在军中 与这个军中将士 同往近角 这不好打呀 你也得赶紧告诉朕 咱们好想办法 或是增兵增将 或是立刻停止这场战争 谁也没想到的是啊 这70岁的老头子 杨阳俊 生命力那是极其顽强 没用几天的功夫啊 他就缓过来了 哎不缓过来不行啊 因为他说的那些瞎话呀 漏洞百出 很容易就能让这 梁广总督杨廷章 看出破绽 一旦看出了破绽 巨石揍不给乾隆皇帝 那了得吗 那我们一人仨着脑袋呀 那立刻就得搬家 原来还好点 无论祸及何罪呀 只是我一个人吃瓜烂就完了 现在乾隆皇帝 这招损了去了 把我两个儿子呀 全派到了前线 说是替我分忧 照看我的病情 实际上啊 一旦有了事 尤萨谁也跑不了 全得让这皇老爷子治了罪 应了那句话了 当你开始编第一个谎言的时候 以后啊 就得呀 说无数个瞎话 原前边的谎 他心里呀 更为明镜似的 这福陵安那是干嘛来的 可是说呢 一时啊 也轰不走 于是只好啊 把他安排在总督的行营 暂时先少跟外界接触 得到的消息呀 自然也就不多 前文叔咱们提到过了 这杨阳俊呀 给这个朝廷奏报的是 冷木山大劫 他之所以呀 能跟朝廷编这个瞎话 说这个冷木山打了胜仗 那完全是因为 这会儿的前线啊 挺消停 自从这总兵诸伦呢 在前线吃了亏 葬送了二百多绿营兵的性命 就躲在城寨当中 不敢出战 采用的呢 还是先头的战术 你攻我就守 占据了有力地形啊 这免贼一时半会儿啊 也是攻不上来 这时日一长啊 这免军一方啊 倒先给他送信来了 挺客气 打个信一看呢 这信上啊 对朱伦呢 口称将军 既然两方的最高指挥部啊 都没有新的作战安排 咱们两方啊 小股的战斗啊 也别打了 干脆啊 两方霸战 咱们前线呢 互吃一碗 安稳茶饭吧 这朱伦一听啊 他当然是乐意了 从此啊 霸兵这前线呢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过军事摩擦了 可是朱伦上当了 你不是这冷木山守得紧 我们攻不上去吗 他虚晃一枪 一支骗尸啊 可就奔向万刃官了 这万刃官呢 本来防御就薄弱 提督李时生 从这儿调走了七百兵 去驰援 冷木山战场 在这儿的守军 现在啊 不过二百人 那哪守得住啊 这缅军所到之处 如入无人之境 如潮水一般呢 这一路上啊 是烧杀强掠 没用几天的功夫 可就打到了展大境内 像什么护洒呀 腊洒的百姓 一下子就糟了殃 那这些地方 跟咱们前边说的 这个冷木山新街不一样 这些地方啊 在关内 一直可就是中国地 所以这群缅军呢 在这儿杀人放火 没有心理压力 对这一地区的村寨人民 是毫不留情 好可怜啊 短短几天的时间 这一地区是村寨巨毁 风烟四起 这提督李时生啊 得到奏报之后 没办法 因为自己派不出人家 所以也只能是 拆东墙补西墙 又从这冷木山呢 调出两千多人来 去支援万刃官 那么说这万刃官在哪啊 这万刃官呢 在腾越县的西边 和这个神户官 还有巨石官 加到一起啊 被称之为三官 这三官呢 本来就很空虚 守军就不多 这缅军呢 没费什么劲 就突进了云南腹地 将这个展达境内的 土司城太平街 全部焚毁 很轻松的 就攻至了同壁官下 哎 这儿有守将 这守将是谁啊 班帝 您别以为啊 这争准杨尔的班帝又活了 这个班帝 跟那个班帝 他不是一个人 带兵出城 与敌军大战一天 虽然这双方互有死伤 但是这仗啊 就是没打胜 敌军也没退 跑回官里啊 只能是闭关不出 这班帝琢磨了 要是明天再带兵 出兵迎敌啊 那估计啊 就回不来了 自己死啊 是小事 关键事啊 这官城可就破了 于是呢 这巨雄官坚守啊 哎 干脆就不露面了 可是呢 要说呀 这缅甸人呢 他有办法 从这官的一侧呀 绕过去了 跑到了官后的山上啊 架起了羊炮 那有人说呢 什么叫羊炮啊 这羊炮还不好解释吗 这缅甸人呢 是从英国人手里 买了的炮 是一些啊 便于携带的剑炮 宿射炮 咱们大明朝那会儿啊 给这种炮起了个名儿 叫做弗郎基啊 一阵排炮打下 这官内立刻是火光四起 清军招架不住 于是只能弃官而逃 这班帝自然也在这溃军当中 还没跑出多远呢 就被缅军打死了 当场阵亡 这缅军呢 可就一下子占据了铜壁关 这铜壁关失守 离铁壁关可就不远了 这提督李时生大人 当时正驻守铁壁关 于是传下将领 立即就遣这个游击马成龙 率领九派兵子护洒钱公 让这个总兵李德成 率兵七百从后边夹击 结果出人意料 这两员将官呢 接到提督大人的将领之后啊 没出兵 按兵不动 这哥俩呀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觉得 这提督李时生啊 是个空降兵 那么说什么叫空降兵啊 就是从中央直接派到地方 派到火线上 接管兵权的将领 好家伙什么都不熟悉 跟前线的这些将领 士族从来没接触过 您就该在这发号适量 那么一旦有了成绩 那还不都是您照皇上心服的 所以呀就找出各种借口 拖拖拉拉着按兵不动 最后把这李时生急的呀 差点请出王命棋牌 还支持着马成龙啊 有所行动 这马成龙带着自己的九百兵啊 出了大营就不带着这个能打胜仗的气势 行军之半日呢 发现前边有一条大河 这士族看呢 河水不深 对呀 现在呀 十一月份正是枯水季 于是呢 晃晃当当 溜溜达达就要汤水过河 可是汤到河中间啊 发现这河水呀 也不算浅 正是这一米三 一米四左右 刚刚过了腰啊 摸不了凶 淹死人呢 那是不可能 可是也坏了 怎么坏了呀 这士兵们的火药桶啊 或是牛角做的 或是啊 这个皮子缝的 都挂在腰间 遇上点小雨呀 还能防得住 这让水一全部浸透啊 火药湿了 这枪啊 可就打不了了 这马成龙说呀 别着急 咱们到对岸再晾晒吧 到对岸呢 这人还在水里呢 寺外山林里边的枪可就响了 这马成龙啊 一共带着900人 加上他自个儿啊 一共是901个 死在河滩上的不多 820多人 剩下70多人呢 跑到了铁壁关 把这些消息呀 就承报给了提督李时生 这李时生听完奏报啊 急得那是直拍大腿呀 可是没办法呀 再拍大腿 这人也活不了啊 还得赶紧派人顶上去 要不然呢 这敌军可就打到眼皮子底下了 于是呢 散机猫凑胆子的 又凑了2000多人 驻扎护洒 在山头建立了迎雷 与敌人对持 提督李时生啊 连下七道率域 去掉总兵刘德成 让刘德成啊 领兵出发 对这股免匪啊 成前后夹击之势 这刘德成在他大营当中干嘛呢 哎 那他可忙了 这据史书所在啊 这会儿的刘德成啊 那叫做饮酒高会 拥寄作乐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啊 咱不用多解释 您就想起吧 这历龄至婚呢 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对于提督的率领啊 不但不做理会 反而啊 喝醉的酒 破口大骂 这大放厥词 他说呀 好个执娘贼的李时生 跑到我云南来啊 简直就是瞎指挥 最后啊 这总督杨英俊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到总督首遇啊 就发到了他的军前 这刘德成啊看到了总督的手艺 没办法了 只有啊 这晃晃当当的 算是出了兵 要说呀 这只来饭的缅军呢 人数并不多 实际上啊 也只有两千多人 这缅军的将领一看呢 要是在此地恋战下去 难免就被清军包了饺子 于是啊 人家撤兵了 这缅军一撤不要紧呢 好臭不要脸的杨阳俊 竟然舔着老脸呢 又给乾隆皇帝 写了一封奏报 奏报上仍然是 报的大劫 由此可见 这杨阳俊的脑袋呀 和这个脖子 挨的呀 可就不是那么紧凑了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乾隆皇帝要撤查 云南前线 这杨阳俊人头 不保 这杨阳俊人头